伙伴们 开饭喽 又吃面包啊 不是早上刚吃过吗 早餐是芝士面包 午餐是奶酪面包 不一样哦 我怀念爸爸烧的菜了 爸爸妈妈难得周末出去二人世界 我们就克服一下嘛 你们不是要晚上才回来的吗 我都快被他给气死了 怎么了 爸爸 不就是拍照没拍好吗 这么小的事情用得着这么生气吗 你还不知道自己错在哪吗 你们看看 让我跑到花丛里去蹲着 结果拍出来是这样 让我去喂鸽子 结果拍出来是这样 我想跟这座雕像合个影 结果被拍成了这样 爸爸 你能活着回来 真是奇迹啊 我又不是专业的摄影师 你至少带着眼睛去的吧 可是为什么专拍我最丑的样子 亲爱的 我觉得你怎样都美 我才不需要你的马屁呢 完了 这次你妈是真的生气了 这可怎么办呢 我觉得你需要找个专业的摄影师 来给你指导指导 那当然好 可是我好像不认识什么摄影师啊 远在天边 近在眼前 原来如此 摄影大师哈哈 闪亮登场 总算得救了 徐摄影先从光线开始 一般来说 柔和的光线比强烈的光线更适合拍人像照 比如在黄昏时段拍的照片 比正午时拍的更有层次感 色调更漂亮 如果实在避不开阳光 可以让模特戴顶帽子 或者是躲在阴影里拍摄 真的 我来试试 怎么样 这逆光多漂亮 这是我被激光炮射中的瞬间吗 接下来讲构图 把画面的横向和纵向三等分 把拍摄的主体放在线条的交叉处 这样的构图叫做三分法 三分法更适合黄金分割的原理哦 把拍摄主体放在画面中央的叫做中央构图 还有对角线构图 三角图 瞬间抓拍构图等等 你可以根据不同的背景灵火使用 尽情发挥你的想象力 哇 哈哈你太棒了 我简直都认不出我自己了 要是我能把你妈拍成这样 她一定会原谅我的 快让我试试 检查作业的时候到了 有点小紧张的 这张是三分构图 构图是没错 可是我怎么变成黑人了 光注意构图 没注意光线 没关系 后面有好的 这张是中央构图 我怎么又变成小矮人了 那这张抓拍怎么样 我只能说 抓得真准 你要去哪 我要回家 跟妈妈互相安慰一下受伤的心灵 连你也不满意 难道我就真的学不会摄影了吗 拍照就跟画画一样 要靠常年累月的练习观察 要是半天就能学会 那人人都能做摄影师了 可是我得赶紧把你妈妈哄开心啊 有了 爸爸 我来给你做小帮手 保证你马上就能帮妈妈拍出漂亮的照片 小帮手 你干嘛 我想再试试给你拍照 你倒是蛮有勇气的 那好 我就再给你一次机会 请我们的发明家 公孙岚小姐出场 我把摄影师技能宝石装在了无人机上 给妈妈做了这个无人摄影机 光线 构图 光圈 她全都能搞定 你保证不会演杂吧 放心吧 爸爸 这是什么 你不用管它 在公园里想干嘛就干嘛 忘记有拍照这件事 一会儿就等着看美美的照片吧 这是我吗 这简直就是时尚杂志的封面照啊 我眼里的你一直都是这么美 讨厌 你是遥控这个无人摄影机来给我拍照的吗 它不用遥控的 是全自动的 全自动的 也就是你只要动动手指 一按按钮就行了 其实连按钮也不用我按 那我以后出去玩 只要带它就可以了 要你有什么用 别走啊 我想看到的是你镜头里的我 拍的差也不行 拍的好也不行 你妈妈到底想要什么呀 地球上的女人真是迷一样的生物 唉 你们怎么就不明白呢 妈妈在意的不是照片的好坏 而是拍照的人 妈妈好看的样子都是无人摄影机发现的 又不是爸爸发现的 妈妈想让爸爸自己去发现它的美 就是这么简单 啊 原来是这样 真舍不了你们 你妈妈经常朝我发脾气 没想到她其实这么在乎我 好 这一次 我一定不让她失望 祝你好运 爸爸的样子太逗了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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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什么 这就是我眼里最美的你 怎么都是干活的照片 就是那么美的 我第一次知道 院子里花花嫂嫂长得这么好 不只是被雨水浇灌的 玻璃窗明明这么清洁明亮 不是被风吹干净的 我的衬衫总是这么干净平整 也不是因为料子用的特别好 原来我球衔上的机油 不是自己困发掉的 我的恐龙玩具 永远都能在收纳箱里找到 原来不是她自己跑到收纳箱里去的 亲爱的 通过这些照片 我发现了平时没有注意到的 你为这个家默默付出的这么多 你是最美的女神 你的拍照水平不及格 拍马屁的水平倒是一百分 那 你能收我的气 算你过关 不过 这些照片是什么时候拍的 我怎么不知道 我知道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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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嘿 嘿嘿 嘿嘿嘿 爸爸 你的拍照水平不及格 拍照姿势可以拿一百分 嘿嘿嘿嘿 哈哈哈哈哈哈 可惜 这次的摄影师技能宝石 没能让爸爸学会摄影 不可惜啊 巴西平时看不见的美 这就是摄影师的使命 这块宝石帮助爸爸领悟到了摄影的精髓 噓 千万别让爸爸听到 否则他又会肚子起来了 嘿嘿嘿嘿嘿 肩膀放松 头低一点 哎 笑一笑 哎 对了 嗯 不错 已经有专业水准来 我这一个月废群忘食的钻研摄影技术 这功夫可不是排废的 爸爸 这周日是少科站开放日 你来当摄影师吧 不行 嗯 这周日我们公司去海边团队建设 你爸爸要去帮我们拍照的 嗯 开放日的照片要放到少科站网站上去的 很重要的 我们团队建设的照片也是要放到公司网站上去的 不行 爸爸要去少科站 走 不行 爸爸要去海边 说 说 你跟谁走 拍照拍得太好 也有烦恼啊 哎 羊爷 快来看这个视频 太好玩了 他怎么哭了 是三角龙妥妥 快给我快给我 我的恐龙战队就差妥妥了 他怎么又哭了 这个共振面团的实验 需要交响乐团一样精准的配合 大家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了 准备好了 好 诸葛聪明 把左声道打开调到四千四百赫兹 哈哈 把右声道打开调到五千五百赫兹 好 接下来是最关键的一步 杨燕 把功率调到二百五十 杨燕 快把功率调到二百五十 杨燕 快调功率 快调功率 功率 杨燕 你发什么呆啊 对不起 杨燕 你怎么哭了 是不是因为我刚才批评你了 对不起 不是因为你 我家的小狗朵朵生病死了 我这两天一想到它就难过 哦 怪不得你一看到小狗的视频就哭 一听到朵朵的名字就哭 我知道你心里一定很难过 可是如果朵朵看到你现在的样子 它也会伤心的 所以为了朵朵 赶快振作起来吧 妈妈生我的那天 爸爸从街上把朵朵捡回来 是朵朵陪我一起展蛋 我真的太伤心了 原来是这样 换作是我 我也会伤心的 要是有什么办法 能帮助它走出低落的情绪就好了 哈小龙 这音箱是做实验用的 不是跟你跳舞的 刚才的曲子真棒 一听就开心起来了 有了 我知道怎么帮助杨艳了 你想到什么了 音乐能够直接影响人的心情 哈哈 你能不能变身做曲家 我们用音乐来帮助杨艳 好主意 作曲家塞巴斯蒂安 哈哈 为您效劳 还挺像样的嘛 你想要怎么做 我要让杨艳 无论走到哪里 都能听到温暖至于的音乐 作曲家是专门创作音乐的音乐家 作曲家能熟练地运用 曲调 节奏 和声 利用不同乐器和人声的特点 创作出多姿多彩的音乐 这顶音乐帽子 能根据周围环境的变化 自动创作出 不合适的背景音乐 调到温暖至于模式 搞定 嗯 这是什么 礼物 你一定会喜欢的 哦 谢谢 小鹿的音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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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来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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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哇 又下了 吗 朵朵 谢谢你给我留下这么多美好的回忆 谢谢你们送我的这顶音乐帽子 我和朵朵好好地告别过了 现在想起朵朵脑海里充满了美好的回忆 不会再难过了 太好了 太好了 够了 你要玩到什么时候 先让我再玩一会儿再去征服地球嘛 戴上这顶音乐帽子 开心得只想跳舞 音乐帽子 我突然想动一个天才的计划 看我的晴空霹雳 看我中国大炮 突然觉得这游戏好没劲 没劲什么事也不想做 公正面谈的实验真好玩 你看他又白又胖 他长得很像美克星人 美克星人 那是另一种外星人 那是另一种外星人吗 算了 我懒得跟你说 我也不想听 大家都变得懒痒痒的呢 真好玩 月亮 Estoy制作成功了 又 пров凡 客栈的公共喇叭 下一步 我就要把音乐帽子 向全世界广播 你说什么 我说 我要向全世界广播 你要回家去吃火锅 对 广播 这音乐听起来这么悲伤 管他呢 我知道了 是音乐让我们变成这样的 你们快把耳朵捂住 捂住耳朵干嘛 刚才 我是怎么了 一定是有人套了音乐帽子 我们去广播室看看 先找东西 把耳朵塞住 小龙 是你捣的鬼 就是我捣的鬼 来抓我哟 算了 抓不抓你 又有什么区别 地球一定发展得更好了 我们还是努力学习 抓小龙先放一放吧 兰兰 你们这是怎么了 我就去储藏室 拿了把扫帚 怎么一回来 大家都变得这么奇怪了 你没听到这音乐吗 这音乐让我们什么事都不想做了 这音乐怎么了 没什么特别的呀 对了 忘记你是天生的无音不全了 什么歌在你耳朵里听起来都一样 原来是这样 真有意思 我明白了 你们是遭受到了这音乐的攻击 才变成这样的 就是那点音乐帽子是吧 让我来拯救你们吧 看来我的缺点 总算成为优点了 哈小龙 我可不怕你的音乐 接招吧 打不着我 让你见识一下 我诸葛少侠的降龙十八扫帚 真是没用 让我把音乐帽子 调成热血战斗模式 哈小龙 这次我要好好给你点教训 我要拜诸葛少侠为师 学习降龙十八扫帚 杜烧我东方的名誉 燃烧我的小宇宙 一定要打败你 不许你再用音乐帽子了 一边听音乐 一边扫地 还不行吗 那就不叫惩罚了 哦 好吧 摘掉宝石 这就是一顶普通的帽子了 你会耍不得吗 不会 地球上的作曲家千千万万 好听的音乐 一辈子都听不完 比灵星更需要这颗宝石呢 谢谢你 来了 支持明镜丝丝丝毫无疑